张女士是河南人在宁波做置业顾问 她说4月7号有个人在抖音上私信她 内容是你好呀大美女可以做个活粉吗 这个人在抖音的简介上写的是长沙酒吧定台 后面有微信号和手机号 平时发布的内容也都是酒吧里的场景 张女士加了对方的微信 名叫岁月并非如歌 加我微信因为我工作也比较忙 我也没跟她联系 或她时不时的在我朋友圈下面给我点赞 然后就是关心啊干嘛的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就是金钱上面的交易 然后5月20号她就送了我很大一束花 5月20号对方托人给张女士送了一束玫瑰花 总共99朵张女士感动了 之后两人越聊越多很快发展成恋爱关系 张女士在微信里直接称对方老公 没过多久对方就给张女士介绍了一个 投资平台 意思就是说她在玩这个还挺保险的 我开始我没要玩 她自己就问我 她说要不这样子我给你1000块钱 我帮你冲进去你玩玩看 张女士就投资了1000块钱 在对方的指导下操作很快赚了三四百块钱 接着对方一边在微信上 劝张女士加大金额继续投资 一边又用另一个微信号加上她 让她把前一个微信号里关于介绍投资的聊天记录都删掉 张女士说她先后通过手机银行 账户被冻结 无法正常登陆了 后来我冲进去之后 我发现我钱不能提现 它就是冻结了我那个账户的资金 资金之后的话 后来我就跟我朋友讲 我朋友说的话 这个就是杀猪盘 他肯定是在骗你的 怎么怎么就让我报警了 现在岁月并非如歌 已经联系不上 张女士到宁波石器派出所报了警 警方已经立案 有报红剑 接着报道